病病毒BA.5它的免疫逃脱性比较强 所以公卫专家也提醒了 下个月要留意有一波显著的流行 交给记者 优萱 好 在高雄的造船厂是造成了 台湾首期BA.5的职场上群聚个案 目前这个感染源头都还在持续厘清当中 不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包含像是日本 韩国等等 都是受到了BA.4还有BA.5的影响 让他们的本土疫情又是再度的上升了 台湾会不会也面临同样的状况呢 国内的公卫专家就说到了 台湾可以预见接下来要面对新一波的疫情 不过分析科学还有国际上的疫情的话 现在就是希望不要再让他星火燎原了 另外可以看到台大公卫教授陈秀希有说 目前来看我们的国内BA.5占比大约是20% 不过如果过了26天 这个境外移入可能就会达到了40% 接着再过11天 也就是在8月底的时候 可能就会超过一半达到了60%的比例 不过呢 就算如果他真的进入到了国内社区的话 陈秀希认为 其实我们在6月的时候 就已经有先有一波BA.2的大流行了 再加上疫苗的追加剂的话 其实这个社区的保护力已经是足够的 也就是我们的防火墙会煮好了 认为说不会再回到先前的高峰八九万里 有一件事情已经在倒数了 8月30号国中小学的开学日 家长很担心是否这个学童要打满几季才能回校去上课 教育部长有答案交给优萱 好现在小朋友都在放暑假 所以有一些家长赶紧带小孩到医劳院所或是诊所来施打疫苗 目前五岁以下的幼童是能够开放打第一剂的BNT或者是莫德纳 而至于是五到十一岁的这个小朋友则是也开放了打第二剂 而最早开始打的是十二岁以上的小朋友都已经能够来接种第三剂了 而随着八月三十号马上中小学要开学 其实各界也很关心说教育部会不会来明定说 小朋友一定要打几剂疫苗才能够到校上课呢 对此教育部长潘文中也做出了最新的回应 他表示教育部其实没有这个权利能够要求 也就是说不会明定要求学生一定要打满几剂才能到校上课 而且他还特别强调了 如果学生真的因为身体上面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话 导致于他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话 也希望大家不要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 那么现在国内医界来讨论说如果喉咙剧痛像刀割 很可能就是确诊感染BA.5 我们来看重复感染率有多高 我们再看确诊的后遗症不只是脑雾而已 美日科学报道说持续的大量掉头发 也是长新冠的症状之一 详细的讯息掌握再交给优萱 好很多的确诊康复者 他们在转音之后都反映说 其实日常生活还是有受到影响 可能会感觉到胸闷或是呼吸不顺的情形 这就是所谓的长新冠 而国外有根据一项研究 找来了48.6万曾经确诊的人 时间点就落在2020年的1月到2021年的4月 发现到说他们长新冠症状有哪一些呢 包含像是嗅觉丧失 呼吸急促 胸痛发烧 甚至是容易健忘以及失禁 不过这项研究发现比较特别的就是脱发 还有会造成性功能的障碍 其实先前我们都知道说 如果有一些生活习惯的话 也会对长新冠造成影响 包含像是如果你是吸烟者以及肥胖者 你感染这个长新冠的几率就会增高 不过这项研究团队也有新的发现 发现到说其实可以验证说 不能完全以生活习惯 或者是慢性健康的状况 来直接评估长新冠的症状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女性的话 更可能会罹患自身免疫疾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